大家好 我是姐夫 好心的朋友送姐夫一對大的海草蝦 你們看 比姐夫的手臂還長 比姐夫的手掌還大 看起來真的很爽 姐夫今天就來把它處理處理 給家人加加菜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海草蝦 兩隻 蒜頭切碎 辣椒去籽切碎 檸檬 黃油 胡椒鹽 番茄薄和沙拉 要準備 小番茄 蒜頭切碎 薄荷葉 特級出炸橄欖油 義大利老醋 巴桑米狗 鹽胡椒 生菜 先做番茄薄荷沙拉 小番茄對切 薄荷葉捲起來 切絲 蒜頭切碎 辣椒 辣椒 去籽切碎 辣椒去籽切碎 可以豐富菜的顏色 也可以添加一些微微的刺激口感 好囉 加一點點鹽 一點點胡椒 一點點特級出炸橄欖油 一點點義大利老醋 拌一下 好了 先放冰箱 冰一下 現在 來處理這個大家貨 用剪刀把蝦背剪開 蝦殼蠻厚實的哦 蝦殼剝掉 蝦尾巴剪一下 用小刀割一下 沙腸抽出來 稍微沖洗一下 好了 用紙巾 吸乾水分 刷點鹽 胡椒 兩面都要哦 開火 預熱平底鍋 差不多囉 加一點點沙拉油 蝦子下去煎 哇 多療癒的聲音 蓋起來 煎一分鐘 翻面再煎 加蒜頭碎 加蒜頭碎和辣椒碎 黃油 拌炒一下 把奶油煮融化 炒香蒜頭 調味 炒香蒜頭碎 用湯匙 把融化的奶油 淋在瑕疵上 多做幾遍 這樣做可以讓食材熟得平均一點 檸檬 滾壓一下 切開 擠一點檸檬汁 擺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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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頭揭開 上盤 一切綠色生菜 番茄薄荷沙拉 大蝦 放上去 蒜香奶油 淋上去 小小的裝飾一下 完成 來 夾塊塊 嗯 嗯 蝦肉 Q彈緊實 算相似意 還帶著微微的刺激口感 極品 真實極品 幾乎這麼厲害 再吃一塊 蝦火 不是要給他們加菜 那也是料料 欸 還有蝦頭 蝦頭最陰陽 拍謝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要記得幫姊夫按個讚喔 還有訂閱和分享姊夫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